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视察苏婆国土苦难 奉佛陀旨意 带由天地的童子往弥勒院聆听佛菩萨开始 不久 弟子魂体抵达弥勒院 只见许许多多金碧辉煌的宫殿漂浮在兜率天际 现在抵达弥勒院的佛菩萨 都是视线金光闪闪的金色大法座 不是弟子在心灵净土莲花池里看见的各色莲花 全部都是金光闪闪的金色莲花座 每一位都非常巨大 观世音菩萨 菩尔过来 这些是东方流离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佛菩萨 诸佛慈悲 菩尔还在跟随他师父修心修行 未成气候 诸多礼仪还未始 望诸佛见谅 佛陀 地藏王 童子不明问达理 他师父开示的地藏王菩萨他没有把任何的地藏全部作为不好的 都是作为一种地下有宝藏此句话的意思 请您怜悯 地藏王菩萨 意思是 我救度阳寿未尽 佛性未灭 即将堕落于地狱 恶鬼道 畜生道的人道众生 我献法身于世 引领他们在人间休息 与他们有缘分的佛门道场 生前在佛门里修行 却没有严格守戒 而堕落恶俱苦 地狱 恶鬼道 的有缘众生 在他们地狱 劫难满之后 我会现身 引领他们投往人道 并不是所有众生 都能得到佛菩萨的救度 在于一个人 地藏王菩萨 对于小房子的超度 及地下的事情 是我命阎王 带你去地府听闻 然后书写于阳世众生 这里面的玄机 就在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小房子对超度灵性 非常绝妙 但是还是要看念诵者本身的能量 及王者的孽障 地藏王菩萨 普接回向 不是你们再是佛弟子 能做得到的事情 普接回向 只有已经成就圆满功德 与境界的佛菩萨 才能有如此神力 要超脱生死 就要去看你师父的 白化佛法 与录音开示 里面的玄机 妙不可言 佛弟子们好好用心领悟 真修实修 不要好高悟远 无上的圆满境界 是你们暂时无法领悟的意境 好好跟随你师父 弘法度重吧 说完 地藏王菩萨 手持摩尼珠 摩尼珠 发出大金色光芒 照耀娑婆国土上空 包围整个娑婆世界 金色细雨 飘洒下来 无数在地狱哀嚎的众生得到佛菩萨金光能量 加持暂时停止哀嚎 地藏王菩萨 童儿 你要记住 我也只能给予这些众生片刻加持 因为佛菩萨不动因果 往后 这些罪魂回去阳世 他们自己造的孽 还是自己受 只有你们在人间修习佛法 不造恶业 行菩萨道 积累功德 才能超脱六道生死 童儿 你明白了吗 童子 弟子明白 谢诸佛菩萨 慈悲救度之恩 感恩观世 因菩萨救度深陷苦海的我们 感恩师父 救我们的慧命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4月12日 达 师父曾经和你们讲过 现在到了末法时期 诸天菩萨全部到人间来救人 所以现在 佛菩萨的开始 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 你们真的要懂啊 不能再开玩笑了 这些真的是菩萨 对我们的慈悲 你不懂 并不是说没有业 你看不见菩萨 不代表没有菩萨 你看不见细菌 不代表没有细菌 你看不见空气 不代表没有空气 你在房间里 把门窗全部封死 过一会儿就喘不过气来了 就是这么奇妙 所以必须要相信 然后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理由